从1998年建造至今 国际太空站成为19国太空人 在宇宙的第二个家 但像许多老房子一样 物龄20多年的太空站 也有地方年久失修 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协议 同意让国际太空站 至少运作到2024年底 因此NASA太空总署 急忙为全球太空人盖新家 近几年NASA也发现 与民间航太企业合作 能有效节省任务经费 决定将提供4亿美元 为外4间企业设计建造新太空站 其中2间分别是内华达太空公司 以及公理太空公司 公理太空计划先建造4个太空舱 分别为太空人居住空间 研究舱与能源动力舱 预计2024年先送第一个太空舱升空 2027年完成设置任务 公理太空甚至自信表示 届时只要花12亿美金建太空站 因为利用了其他产业技术 像是电动车电池与智慧手机晶片 得以降低费用 不过另一间公司内华达太空 还能帮NASA节省太空站运作成本 内华达太空的新太空站 利头可供四位太空人活动 生活所需空间移应俱全 还分为盖在星球表面 以及宇宙间漂浮款式 只需要两次升空任务就能设置好 因为太空舱一进入宇宙 就能充气扩大 容量是国际太空站的三分之一 最终设计将达三层楼高 为了获得NASA青睐 各家私人太空企业使出浑身解数 设计未来新的太空站 无疑也炒热一波另类的宇宙营造业商机 环宇新闻 郑玉轩综合报道